大家好啊 下午1点40了 给大家看看 这有一个消息挺有意思的啊 哎呦妈呀 国货啊 国人当自强 这个最大的梗儿出现了啊 在这些导弹的弹体上 竟然写着山东来阳钢管厂的字样 这个最左边那组数字GB一斜盖T3091-93 这是中国建筑材料标准中的一个代码对应的产品类型是 低压流体输送用镀芯焊接钢管 也就是自来水管啊 自来水管 对此 来阳钢管厂曾发表声明 来阳钢管厂关于哈马斯火箭弹这个材料声明啊 这批钢管是出口到中东某国的煤气公司 作为铺设煤气管道之用 如何流落到其他人员的手中 改制成为武器 这个我厂并不知情 唯一可以说明的是 就是本厂的产品质量名列前茅 且价格适中 这就是客户舍尽求远的理由 原因啊 这个卖的时候 他确实这个不算军品贸易 这不是军火的交易啊 这就是一个民品 这个山东来阳啊 我还真去过 烟台的苹果来阳的梨 或者叫七霞的苹果来阳的梨啊 我到那儿 也想在来阳收购这个苹果 到了来阳的县城附近一个地儿 后来还去了来阳北边 挨着朝远的一个镇叫谭歌庄 我到那儿也收苹果 然后到了一个做苹果生意的人家 然后呢 他跟别人说话让我听懂了 那北方方言嘛 交通口音 他说俺要拔 俺要扒 他要扒我的皮 就是他让对方报价属 多报一点 他不是中间商吗 他是做生意的 他让那果农多报一点 然后我看那个果农的那个 那个那个表情有点尴尬 有点农民嘛 还是比较厚道的普遍来说 所以我听懂了 我找了个理由 我就颠了 我就走了啊 这个 中国哈 好像有一种在叙利亚战场 还是哪个战场上 说是有一种中国造的煤气罐 我听说是啊 中国造的煤气罐 做的迫击炮是什么东西 好像跟中国也有关系 另外在很多年前吧 911是01年20年前 911之前 我就听说阿富汗的塔利班 他们用的那个 电话系统 通讯系统 是由中国 有关机构提供的 是吧 有关机构提供的 前两天 好像还有一艘船 是被美国第七舰队 还是第五舰队 好像在太平洋 还是印度洋上 给拦截了 我听说那艘船 是跟中国的军火有关系 好像是保利公司 保利公司 中国最大的军火商 什么王震的儿子 贺龙的儿子 什么邓小平的女婿 都是这么一批人 红二代 太子党 他们就专门做军火生意 这个听说给拦截了 还有很多年前 这个中国往柬埔寨 也这个出口 或者说走私 这个军火 轻武器往柬埔寨 大量的 好像是海关发现了 但是发现是 惹不起保利公司的货 你也只能放行 另外那个 我看最近有人说 说以色列 说中国历史上 帮过以色列 是吧 就是在欧洲 希特勒要屠杀 这个犹太人 很多犹太人 就想逃离 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杀人 一开始砸商店 有一个水晶之夜 没收财产 把你的身份 包括你的这个穿衣服 让你带一个黄色的大卫星 六角星 他也是一点一点的 温水煮青蛙 后来很多犹太人 聪明点的 看出来趋势的 家里趁点子的 有点钱的 就纷纷就颠了呗 逃命呗 对吧 难度被归呗 当时好几个外交官 在帮这些人逃 我这有一本书 是讲的一个 唯满的外交官 满洲国的姓杨 还是姓什么 现在忘了他名字了 他签发了几千 还是上万 这个签证 让这些人 经过苏联 坐火车 西伯利亚大铁路 到中国东北 然后有一部分 又到上海 到上海 后来被日本人 关了几年 太平洋战争之后 关了四五年 然后有的好多 后来就去了美国 欧洲 还有南京政府的 这个蒋委员长 那边的一个外交官 好像姓和 好像驻维也纳的总领 是吧 还是 反正是 南京政府的外交官 他也给签发了很多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日本的外交官 好像是驻立陶宛 是维尔纽斯 还是考纳斯的 一个叫山山的 姓山山 第一个山 山树 山木的山 第二个 山峰 山岭的山 好像叫山山 母源的 日本的外交官 也同情犹太人 也给签发了很多护照 所以说呢 但是后来 是吧 中国人嘛 他们大部分先到的中国 然后又流散到世界各地 所以说 犹太人后来感恩呀 有一个 以色列的前总理 叫 奥尔默特吧 来中国访问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他说他的祖父母 就埋葬在了哈尔滨 所以后来 以色列也提供中国军火技术啊 包括这个 其他方面都帮助中国 农业技术 滴贯呀 在北京的以色列人 我有所来往 这个大鸿门 丰台大鸿门 绿宝游厂的总经理 中国名字叫爱伟荣 爱草字头 那个爱 爱草的爱 伟大的伟光荣的荣 他是以色列人 有时候跟他聊两句 我一去 我说 沙罗姆 沙罗姆是犹太人 阿拉伯人是 我说你以色列哪的人呀 他说海法 我说海法是北部 跟他聊一聊 还有在那个北京某大学 留学生 这个还到我们家来过呢 以色列的女孩 是社科院的人陪着 到我们家来过 但是那个女孩 我跟他聊这个军事啊 历史啊 什么这个梅卡瓦坦克呀 物资冲锋枪啊 什么这个基布兹的那个 集体农装啊 基布兹是中文 啊 他的发音叫 基布兹啊 还有那个 钱币 货币 不叫谢克尔吗 实际上发音叫 帅克尔啊 不是帅克尔 这中文啊 写成中文就有点 走样了啊 但是来我们家 我跟他聊这些 他不感兴趣 他说 shopping 啊 music 喜欢购物和 那个那个那个音乐 后来让社科院 那个西亚非洲所那哥们 带着上王府警了 我也没陪着啊 所以说这个以色列跟中国关系是不错 但是中国为什么支持阿拉伯国家呢 因为中国的政权的合法性 严重的依赖于联合国的票数 而在联合国民主国家是少数 在中东就以色列 一个他单奔的啊 孤家寡人 剩下的基本上都跟他敌对的 是吧 可能心里边不敌对 那表面上 咱们都是阿拉伯国家啊 咱们都是兄弟哥们啊 对吧 中国要选票 所以表面上一定要谴责以色列 你想想周围有多少个阿拉伯国家 包括非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有多少啊 在中东就这些年 土耳其跟以色列算是盟国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某些利点 他就就就重叠了 利益重叠了 其他都是恨以色列的 对不对 至少二三十票吧 在联合国 中国在中东就一定骂以色列 实际上早就有来往 这个我刚才说那个大鸿门那个绿宝油厂 叫艾森绿宝 艾森是谁呢 有一个以色列的大老板 叫艾森伯格 艾森伯格啊 你听这名字是来自德国的犹太人啊 这个在中以 中国和以色列秘密谈判建交的过程中 他发挥了很大的桥梁作用 他跟这个中国的当时的总理 李鹏啊等等的都有一些很深的来往 当然他也不亏 他在中国从南到北 我记得是七八个还是十几个油厂 植物油厂 好像安徽还是哪 包括北京这个 他合资了 或者他独资了十几家油厂 他还做军火生意 所以这个商人啊 你别小看这商人 是吧 商人有的时候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 他富可敌国呀 是吧 像胡雪岩这样的人 对吧 包括西方的那些大的资本家 对吧 现在的高科技企业 都对一个国家产生很大的作用 好吧 朋友们 就聊到这吧啊 待会一扯 一扯 又没边了啊 谢谢大家 Muchas gracias Amigo Amiga